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麻煩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陳主委好,辛苦了 謝謝 還是有幾個問題想救教於你 其實你今天已經說過好幾遍 有關美豬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你能不能把那16字真言再重複一次,好不好 我想,這個當時 這個不用講啦,就16個字是哪 安全容許 強制標示 牛豬分離 還有呢 排除內障 這16個字吧 那這個態度不會改變吧 不會改變 以後會不會改變 以後 我認為不會改變 你認為不會改變 可是有變化的可能嘛,對不對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其實你說過很多次啦 我也幫你整理了一下 你在1月29號說的是 美豬不可能開放進口 但是2月3號 你就有鬆口囉 你說不會開放 美方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 也不會同意 美方將美豬議題列為TIFA的議程 那你所謂的不會容許萊克多巴胺 那其他的可以嗎 其他的瘦肉精可以嗎 其他瘦肉精不可以 也不可以 美豬本來就有進口 對,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含有瘦肉精的部分嘛 你說的是萊克多巴胺嘛 對對對 其他也不行嘛 其他也不行 其他也不行 好,沒關係 我繼續請教你 我繼續請教你 2月25號將一話說 在我的任內 美豬絕對不可能進口 那請問 含萊克多巴胺 我知道了 來,主委 我要請教你的是 你能不能在我們立法院做同樣的宣誓 說在我陳寶基的任內 美豬不可能進口 我已經宣誓好幾次了 你在這裡再宣誓一次啦 這個 我為什麼要叫你宣誓 我等一下有目的的 好,來 拜託一下 是 我想咧,這個 在我陳寶基的任內 美豬絕對不會進口 是 是嗎 你講一遍嘛 是 我想 講一遍啊 我想 還有,不要猶豫了啦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 現在又要講含有萊克多巴胺 好,沒關係 來,主委 我想這樣問你 這邊咧 薛奇 我們政務委員 他最近說 如果拿美豬可以換很多東西 你要不要換 他這句話什麼意思 呃,我想在整個談判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 對 對 所以他含有的意思是 不然我們苦力一下 這樣 那你認為政務委員的意思 跟你的意思 跟江儀化的意思 以什麼人的意思為意思 我們的意思 其實 都是一樣 堅決不會開放 都是一樣 堅決不會開放 對 對齁 好 那這就是我要請教你的 現在農委會的立場是堅決不會開放 江儀化也說 在我的任內不可能開放 你剛剛也同意我說 在我陳寶基的任內 美豬不可能開放 對不對 是 好 那換句話說 薛奇說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薛奇自己胡說八道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沒有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說法 對啦 但是不是行政院的立場 你的意思是說 薛奇說的不是行政院的立場 至少不是農委會的立場 不是農委會的立場 也不是江儀化的立場 這個我不敢 好 來 所以我要問你嘛 所以政務委員講的不是院長的立場 那不然政務委員在做什麼 政務委員在做什麼 來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你呢 主委 過去你們同意過八千 八百三十項的 這個中國農產品不得進口 有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管制啊 你現在也改口了啊 蛤 你現在也改口了 你知道這個八百三十項的問題嗎 是是我知道 你現在也改口了對不對 對 你說這個談判過程中不會 對 所以你現在不能講 換句話說 你現在講的跟以前講的就不一樣 我給委員報告 今天 蘇貞清委員剛剛早上也 蘇貞清委員也問過你這句話 有一個問題 你的答覆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告訴他說 我二零一二以後我就沒有講啊 是 然後你還告訴他 支票也要押日期嘛 是 我都記得很清楚 是是 所以問他就是說 你四年前你們同意的 我今天查你們農委會的網站 你們上面到現在還有八百三十項的農產品 絕對要管制 包括說 欸我們絕對不會開放 然後包括說 馬英九已經承諾 在其任內不會開放 啊四年後已經變了嘛 對不對 情勢改變所以你們變了嘛 現在沒有開放啊 情勢改變你們考慮改變嘛 我們現在還是沒有開放 目前當然還沒有你們在考慮之中嘛 對不對 那會不會過幾天你告訴我說情勢改變了 我的美豬我也要考慮開放進口 就像薛奇說的give and take 會不會 我想在我的任內不會 在你的任內不會 830項會不會 830項我們也談過了 在你的任內會不會 我想這個部分 你不能承諾了 在未來的談判裡面啊 我們會堅守 會堅守這個立場 會堅守這個立場 所以農委會包括830項 包括我剛剛所提的美豬進口的問題 你都會堅持你的立場 那如果這個真的讓美豬進口了 或者是美國告訴你說 你如果台灣不讓我美豬進口 我就不讓你參加TPP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我們還是會堅守我們的立場 堅守你的立場 那如果沒有堅守立場 或是說美豬這樣一話說 啊好啊 算了算了好幾百 啊你陳寶基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想我們也請委員來一起來 挺我們本土的豬 那當然就是挺才會問你啊 對不對 我現在 來 陳主委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真的讓美豬進口了 或830項這樣真的進來了 你陳寶基做什麼樣的動作表示 我就不幹了 我就不幹了 你就太做了嘛 我就不幹了 這個話說清楚齁 說清楚齁 如果讓美豬進口 或者是830項的中國農產品開放 你陳寶基就不幹了 這句話承認吧 我想齁 希望委員 希望委員一起來 給我們堅守這個 這當然就是我的堅持啊 我才會今天請教你 不是你不要一天說 就講假設像美國在 我沒有假設 我剛剛一直在請教 因為你們農委會都有變嘛 都在改變你們的立場嘛 其實齁 每一個政策 陳主委 絕對要有時間性 陳主委 我當然知道時間性嘛 但是你保證的 你不能說因為時間 環境不一樣 所以要改變嘛 當然時間不一樣會改變啦 陳主委 謝謝齁 剛才我已經聽到了 你說 要讓美豬開放進口 你陳寶基要是錢嗎 要讓830項中國農產品開放進來 你也要辭職吧 這個是我剛才聽到 這是在委員會講的 我最後請教你一個問題齁 請問你 林務局現在規劃在哪一個單位 林務局現在是到環境資源部 但是農業部 主改的部分 來 主改的部分 會留下 留下林產師 我知道 以及林業試驗所 我知道 意思就是說 其實現在我們的林務局 還有我們的林產試驗所 其實是在農委會底下嘛 是 主改是把它規劃到環境資源部嘛 是 那你對這個有什麼意見 我想 在原來的是 整個都規劃農業資源部 後來我來了以後 環境資源部 對環境資源部 那後來我來了以後 考慮的結果 我向當時的副院長 就是現在的院長 反映 農林漁木 就產業面的部分不能夠分離 不能分離 資源保護 資源保護的部分 水土林氣一起去管 我們都可以同意 主委 所以你的意見是 應該把林務局留在農委會 也就是未來的農業部 是不是這樣 在一個林產的部分 但是許多保育的 沒關係 這個是 呃 今年2月4號的報紙 他說 農委會主委 陳寶基 日前大動作的拜訪黨籍立委 透過立委提出修正動議 將林務局跟林業試驗所搶回農業部 有嗎 有這樣的事情嗎 我剛剛講的 不是 我問你有沒有這樣的事實 沒有這樣的事實 你沒有去大動作的拜會 所謂的黨籍立委 就是國民黨籍的立委 要求黨籍立委提出修正動議 然後把林務局留在農業部 有沒有 只有留林產的部分跟林業試驗所的部分 不是整個林務局 所以你有做這個動作嗎 有 包括民進黨也有拜會 主委 我知道你民進黨也有拜會 所以後來蘇清前委員提了一個修正動議案 然後我要請教你的是 1月份的時候 陳沖對於主改曾經說過什麼話 記不記得 陳沖對主改說過什麼話 要求各部會不得自行運作有沒有 對 那你為什麼2月4號還去拜訪各黨籍立委 要求提出修正動議 陳院長的講法 陳前院長的講法是說 完全他就跟他說插插他 不是 我想委員我們不能夠用這種方式 你2月4號來 你聽我解釋清楚 來 主委 他的講法 你讓我問完嘛 陳沖院長在1月份 非常堅持 在院會 非常清楚的宣示說 大家不要改來改去 然後 三令五聲說 各部會不得自行動作 去要求改變主改的定案 對不對 然後你2月4號 這個是報紙的報導 說你拜訪 到處拜訪黨籍立委 要求提出修正動議 我只問你 來 主委 我只問你有沒有這回事 有這回事 但是你引用陳前院長的話 用一半 他說 你用一半 我們用一半 他確實在院會裡面有宣示嗎 他是說 如果任何改變 要經過行政院同意 行政院同意 這個是行政院同意的 我請問你 江儀化有沒有同意 11月27號就同意了 有同意 你把那個同意書 送到我們這裡來 因為我告訴你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還問了江儀化 我說包括原農會的降級 包括農委會部分 採取各種動作 拜託黨籍立委提出修正案 然後 把林務局的部分 把林業事業所的部分 通通拿回農會議 他說沒有這回事 那你怎麼解釋 陳同的你不聽就算了 江儀化現在至少是你的長官吧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 我們再討論 陳主委 我今天其實我只要告訴你一件事 做一個政務官 我也過去把我做政務官 做一個政務官 特別在國會殿堂說話要算數 說話要算數 所以 你不能告訴我說 我今天保證830項中國農產品 絕對不會進來 過幾 過個幾天 或過個幾個月說 欸 因為情勢改變 我不保證 今天保證我說 美豬絕對不會進來 過個幾天說 欸 美豬不進來 他們不讓我們加入TPP 所以我們也改變 然後 你依然好官自我為之 這樣是不行的 然後 你的長官的命令 因為長官告訴你說 各部會不要自行動作 你就應該遵守 各部會不要自行動作 其實就是這樣 你做政務官跟他兩行要做 第一 在國會裡面要誠實以報 第二 就是你的長官說的 你要聽 結果你都做不夠 我想剛剛委員所講的 有關於美豬的部分 你的 這一個 問的方式 根本就是 你現在在替我問的方式嗎 替美國 在 這個 問我們台灣 來 陳之外 你收回這個指控 你不要太過分 在國會殿堂 我只請教你 你敢不敢做這種保證 你說我現在在替美國 質疑你 因為我 美國從來沒有提議 你這句話收回這樣子 主席 現在時間到了 這句話我要求他收回去 只要這句話收回去 我就下來 不會不會 這句話要收回去 不然我不下來 不是這樣嗎 請你不要在替美國說不定 我想這個主委 你剛才的答覆 如果需要用書面的請你用書面 好 我們現在時間到 主席 不好意思齁 我耽誤一下時間齁 他對我的指控 我要求他收回去 我沒有指控 他對我的指控 我要求收回去 最後一句話 不然放個錄影帶來看 我沒有指控 我為頭要不要再來開工 我們堅持我們的立場 要求你 我們一起來 來 政經一定要出力嘛 政府官員在國會殿堂這樣隨隨便便 還可以指控立委嗎 我尊重委員會的時間嘛 但是這個部分 請陳主委要給我一個交代 陳主委請你用書面回答 請回座 主席 這樣不行 沒有這我們一向遵守時間 好 接下來我們請蕭美請委員發言 這個不問題 你請請主委用書面回處理 那請主委用書面回答 那我們請蕭美請委員 我們請蕭美請委員 你怎麼可以指控你